欢迎来到404档案馆 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2024年4月7日至24日 中国发生了系列事件 例如喜马二汇 维吾尔族出版商被捕 陆成峰直播遭冲塌等 中国当局在互联网上 持续对于相关的敏感词保持审查 基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公民实验室团队的敏感词搜索检测系统 中国数字时代整理 并且介绍近期检测到的敏感词 想要进一步了解 这些审查规则是如何被发现的 请参阅公民实验室报告 缺失的链接 中国搜索审查制度比较 事件一 但愿人长久北京电影节撤映 敏感词组 但愿人长久北京许霄 但愿人长久电影 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 香港电影但愿人长久 原定于4月20日23日放映 但是已经购票的观众 却收到了退票通知 称因为拷贝损坏 无法修复而取消放映 民众质疑取消放映或另有其他原因 而发行商高纤电影称 不知道事件 暂无法回应 有网民猜测 电影取消放映 可能与吸毒的情节有关 吴康仁饰演的父亲 正因吸毒时 长进途监狱 独立导演英亮毅 在网上分享电影取消放映的消息时 称或与戏中有土地抗争的情节有关 片中袁李林 饰演的林子雀 投身摄韵 参加了马屎不存示威运动 反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 因此惹上了官司 事件二 马英九口误提中华民国 敏感慈祖 马英九口误 中华民国 喜马二会 马英九谈统一 民主与专制 喜马二会 4月10日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登场会面 时间约40分钟 在重演了世纪之卧 并且介绍了双方人员之后 习近平与马英九 先后课发表了三分钟的致辞 而马英九在开场后不久 就口误提到了中华民国 再更正为中华民族 同样的事情 也发生在了马英九返台之后 对于此次事件 中国大陆的网络反应十分安静 中国互联网上少有媒体 或者是网民谈及此事 而在为数不多的帖子中 也可以看见网民利用其他词语 中华民族的族变成国 这样复杂隐晦的说法 以规避敏感词的审查 事件三 维吾尔出版商被捕 敏感词组 爱尔肯 爱买提 新疆 警方 文件 自由亚洲电台转述消息人士的消息称 一名出版有关维吾尔文化身份 和中国当局迫害维吾尔人书籍的 著名维吾尔出版商 爱尔肯-爱买提 已经被判入狱 然而 他的下落和刑期尚不清楚 据喀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称 爱买提的家人称 当局指控他煽动民族分裂主义 目前他正在服刑 而出于安全考虑 这位家人要求匿名 据悉 爱买提很有可能因为参与出版和传播了两本书而被捕 第一本是哈利德以色列的小说 《惊邪》 讲述了中国1966年至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 对于维吾尔人的迫害 以及坚持维吾尔身份的重要性 此外 爱买提还出售了佐尔敦·沙比尔的《祖国》 该书记录了1940年代初 维吾尔族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势力的胜利 以及1944年至1949年第二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建立 知名维吾尔人撰写或者是出版的材料 经常会受到严格的审查 尽管这些材料之前已经获得了政府的批准 一名官员表示 与爱买提被捕有关的最有问题的书是《惊邪》 而另一位消息人士称 爱买提参与销售祖国也是他被捕的原因 事件四 护尘锋直播遭网友冲塔 敏感子祖 护尘锋直播遭冲塔 独裁者 护尘锋 独裁 皇帝 药水 儿子 4月15日 知名B站主播护尘锋 在直播间与一名网友对线时 遇到了对方冲塔 连线的网友问 你认为习他是一个独裁者吗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你认为习他是一个独裁者吗 这一问题使护尘锋十分慌张 尽管他非常迅速地表示 连线的网友严重违反了直播规范 并且试图与该网友撇清关系 但是依然有不少网民或者讽刺 或者是真心质疑 他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 澄清他不是独裁者 直播结束后 库成锋在其个人账号发布了停播通知成 因为身体不适 停播三天 望周知 而在该条通知下 有网民质疑他停播并非自愿 要求他不要顾左右而言他 直接表明观点 稍后他的账号就遭到了封禁 该事件让网友想到了另一位网络主播 药水哥的经历 2019年9月25日 药水哥在直播连线时与网友互怼 当他质疑对方你是谁啊 对方脱口而出一句 我是习近平的儿子 药水哥听罢露出了惊慌的表情 并且立马切断了直播 由于触碰到了超级敏感词 之后药水哥多个直播平台被关闭 遭到了全网封杀 直到2023年8月 药水哥才解禁 重新开始了相关活动 中国数字时代CT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 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拆在Gram平台向我们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请建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tt.media